花蓮市公所30号举行新春团拜 除了市公所所属员工 还特别邀请到花蓮市民代表会 还有多位县议员一起来互道恭喜新年好 市长魏佳燕表示 他上任一个月以来感谢公所同仁协助 让他很快可以上手市政工作 而未来他也会和里长们多多的讨论沟通 共同来建制美好的花蓮城市 花蓮市公所的新春团拜气氛轻松欢乐 市长魏佳燕表示 他上任一个月以来感谢公所同仁协助 让他很快能够上手市政工作 未来也会多和里长们讨论沟通 共同建制更美好的花蓮市 今天是佳燕担任花蓮市长过的第一个新年 那今天也举行盛大办理 那也要跟大家说我的未来的市政 市政理念 然后也要跟我们不管是代表会 还有里长 还有我们所有市民 以及我们所有公所同仁都要说明清楚 那也很感谢他们 在佳燕就任的一个月 跟大家其实都蛮有话聊的 那从当代表到议员 也很感谢我们公所同仁 协助佳燕非常多的一些 民众诚情的事务 那在未来我们希望 我们花蓮市公所越来越好 也希望更能够贴近民意 为民服务 那我们会持续的 不管是对我们市民 还是对自己都一起加油 除了市公所所属员工 还特别邀请到花蓮市民代表会的主席 李政伟 副主席黄达翔 还有多位代表 以及先议员魏家贤 韩林梅等 到场和大家互道恭喜新年好 议员们也允论会支持花蓮市 多项的建设需求 尽力来协助经费争取与补助 接下来市长和现场贵宾 及工作同仁互道恭喜 市长也发送了兔年小贺卡 并且和里长们合以留念 会场也准备了水果饼干 和大家分享 新春开工第一天 热闹欢欣的气氛 让全体同仁充满了活力与能量 捷律会欢迎市报道